欢迎收看剧家2.0 我是高维英 新年恭喜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所有的名医回娘家 首先我们要欢迎的是 中医界的天后 今天她要带来的是 书一到初五的养生茶 一一列出 再来大家好喜欢的名医 今天要告诉大家 鼠年的开赏法 大家说这个艺人明星 能不能再请她来上节目呢 今天要教的是 鼠年伸展操 演艺圈 这位艺人有一个封号 叫做演艺圈的大肠筋 她能唱 能演 能做菜 今天她要端出一盘的好菜 欢迎中医师 吴明珠资深艺人周子涵 2B豪客医师赖云达 健身教练李佩勋 四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各位收拢 还在 voucher 什么 这是哪里来的 oy 有一些人也可以使用口香糖 去嚼的动作 是 也可以让这个耳边管打开 今天来到聚焦 我们尽量吃 我一定要来挖一小口 挖一小 酷 对 它的油漆 叫糖色的外皮 真的 里面有QQ的手 你看看 对不对 周子涵 我也好想吃 有 蘆筍其實也是先過水 先把它用比較熟 不然它一起炒的時候 它會是比較屬於深 但是如果說你比較 比較喜歡吃深一點的話 就無所謂 初三式護眼明目茶 當我們經過初一 初二 你知道嗎 熬夜了 熬夜了 打麻將 打牌就打牌了 麻將就打完以後 都要用什麼 眼睛 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開始 給它什麼 明目茶一下 不然等一下看東西就兩項 好 準備要轉向了 好 吃了 好 OK 是不是有點喘 然後再來就 然後揉 還可以拍打 還可以拍打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用一點什麼 固金通俏茶 杜仲就會放進來 裡面有哥哥 杜仲生麻臣皮 甘草 這個杜仲就是 通常也可以杜仲 或者 因為杜仲其實是一個樹皮 越厚的越好 我會想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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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年快跑 行大運 我們要來個 原地快跑囉 這根本很簡單 好 身體 我一向前傾 兩手握拳在腰境 記得膝蓋圍曲 腳尖為電 我們要快速跑 五 來 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三 四 五 好 我們在家裡 可以一次做二十下 然後做三個回合 熟年型大運 首先我這個是米奇的椅包 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這個是中醫界天后吳明珠 歡迎 吳醫師 吳醫好 鼠年一定要行大運 大大的 妳今天帶什麼菜過來 今天帶的菜是一頓湯 我好愛 是當歸羊肉湯 冬天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腎 或者是春天的肝 養好一下 還有秋冬 或者是春天 冬天 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一個寒氣 很重 所以我們要驅寒的一個藥方 就是要夾上去 我們的什麼 薑 還有我們的當歸 還有我們的主角是頤 羊肉 羊肉 我今天用的是羊肉 就羊腱 不是一般的那種薄薄的 我們做火鍋那個羊肉的薄薄 不是 我今天用的是羊腱 羊腱 所以它燉久了以後 它不會很爛 但是很Q 然後裡面就有肉 然後有QQ的一層這樣白白的那個 就我們的膠原蛋白 我看到了 羊肉就是補腎羊血 對 補腎羊血之外 它還驅寒 然後適合我們要手腳冰冷的 或者是說很容易就是 容易一吃東西 你就會覺得說 吃太薄又覺得太燥 然後吃太涼又覺得尿多 這個部分就可以用來吃 這個當歸不用用太多 大概當歸我們用到一片 到兩片就好 而且最後才放下去 所以你在燉的時候 先把羊肉或者那些湯 薑這些 燉下來 最後再把那個當歸燜下去以後 燜完以後撈起來 然後 你就有那個味道 這樣吃起來就覺得 吃起來你馬上覺得 手腳冰冷 不會 身體暖乎乎 待會兒就可以吃到 吃看看 待會兒就上桌 午睡羊血 鐵粉也拍起來了 當歸羊肉湯 謝謝吳醫師 謝謝 請上桌 好 誰 又是誰 這一位聽說是演藝圈的大場景 周子蘭 是我 瑋瑜好 大家好 瑋瑜姐跟大家帶一個年 大家好 新的一年祝福大家 平安 豐盛 健康 屬於你 這一道菜很難做 其實看似很難也不太難 主要是有一點費工 對 很費工 主要就是切工 每年我就看見 媽媽負責炒的時候 爸爸負責切 慢慢地看他戴起老花眼睛 切這個菜 切了菜的時候 常常切了這個 忘了那一個 所以對他們來講 也是一個很好的記憶工作 真的很棒 這個菜其實最重要的感覺上 它都是素的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 當然素菜也有 可是我們加了一點點 比如說我們愛吃辣的人 加了點辣椒 或者是青蒜 就是吃素的人就不那麼適合 所以我們可能就把它分別 大部分很簡單 主要就是香菇 就是有香味的來源 把它炒香 然後慢慢各式各樣 每一樣材料 當然這些很多包括豆腐乾 豆絲 酸菜 甚至有人白菜梗 或者是用冬筍 對 冬筍 最重要彩色的來源 就是有胡蘿蔔 金針 然後酸菜這些東西 統統把它切好完之後 然後每一樣每一樣 個別地炒 最後把它全部炒在一起 其實是不是很簡單 吃全食美 黏黏如意 謝謝子函姐 謝謝 請上座 來 這個手板給我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接下來這兩位雙帥誰 哈囉 文藝好 文藝好 麥醫師 文藝好 你今年來更帥了 謝謝你 露林佩馨 嗨 吹馬狗明星教練 因為我們有時候就是說 在家裡 有時候可能準備食材 或是說烹調的時間 沒有那麼充裕的時候 對 像我就會用比較短的時間 去準備這樣的一道菜 因為你是嗓音專家 所以你準備的菜就是乾乾淨淨 互嗓用的 像高麗菜 大家就知道山藥對身體好 番茄又清爽 是 沒有錯 那這些材料其實就是 我們要用的就是當季的蔬菜 那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蔬菜 蔬果 品質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挑當季的食材 最重要當季 當季 所以這個時節 其實高麗菜非常的鮮甜 番茄其實加進去之後 會讓整個的口感 會更有一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好棒 而且為什麼要挑這些食材 剛剛文藝有講到 我們挑這些食材的目的就是 番茄它有抗氧化的效果 菇類也有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我們將這些隨手可得 可以容易取得的這些食材 切成適當的大小 把它放到電鍋裡面 然後蒸熟之後 加一些橄欖油 我自己的方式都是加一些橄欖油 真的是養生 橄欖油好 對 橄欖油 然後最後如果有的口味 可能可以吃比較辣的 或是說它希望加一點香料 可以加一些胡椒粉 或是加一些 有人是加一些巴西利等等的 就會整個都非常 看起來就會非常的豐富 待會就可以上桌吃到了 謝謝藍醫師 謝謝 請入座 謝謝 來 沛學您今天帶來什麼 在介紹菜之前 先跟大家拜個早年 不是在拜個早年 鼠年行大運 鼠來運轉 帥哥 我今天介紹這個菜 叫做採椒蝦仁炒食酥 食酥的部分 其實你也可以選擇的是當季 比如說可以選擇菇類 像我今天選擇的是蘆筍 對 其實做菜的方式非常簡單 因為不是我的專長 其實到最後你只要吃大火 一起炒就好了 那這道菜的時候 我就是先把蝦仁跟蘆筍 先特別拿出來 先汆燙過水 先讓它們到半熟一熟 所以在快炒的時候 才會一起熟 所以非常地簡單 聽說還有一位貴客沒到 歡迎你 五星級飯店集團 又會拼主廚 董光翰 主廚是很多明星 藝人 名人 特別點名 一定要他做菜的 你今天帶來的這個拼盤叫什麼 五福拼盤 五福拼盤 對 我剛剛看你在準備的時候 真的已經忍不住了 鮑魚 對 鮑魚 然後 冰卷 這是澎湖的冰卷 對 那東港的烏魚子 東港的烏魚子 對 對不起 我手真的是很乾淨 讓大家看看 晶瑩剔透 東港的烏魚子 我們過年一定要吃烏魚子 台灣人 而且你建議怎麼搭配吃最好 因為烏魚子的話 它一定有油脂 所以說我們要搭配 我們的蒜苗以及白蘿蔔 或是說用蘋果來搭配也可以 蒜苗 白蘿蔔 蘋果 所以你看 你的宴會菜 你下面就這樣一整盤 有沒有 對 它都可以吃的 然後蘆筍 醉雞 太棒了 我跟你講 我電視牆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這三道菜 其中有一個冬鍋肉 這個是五花肉 街坊 冰糖 紹興酒 桂皮 甘草 慢燉七小時 這個冬坡肉是某某平面媒體 票選出來 全國第一名 等下你們吃得到 那你的佛跳牆的特色是什麼 佛跳牆的特色 我們是用老母雞 跟雞腳 還有加香肉 要去熬煮湯 再作為它的湯汁 那我裡面有特別加了一個花椒 花椒 對 因為花椒的膠質 以及雞腳的膠質會比較多 吃膠味比較滑順 滑嫩 你透露了 原來這個關鍵是在花椒 我們上菜了 送給我們今天的嘉賓 大家動筷子 別客氣 今天來到聚焦 我們盡量吃 來 這個 這個 這個薄跳牆真的很棒 教練 我可以幫你盛一碗 謝謝 我們來喝湯頭就好了 好不好 好 還是 我跟妳講 魚皮裡面是不是有膠原蛋白 我喜歡吃裡面的芋頭 真的 對 我喜歡裡面的干貝 這裡面太豐富了 可是它湯也很好 這裡有干貝跟芋頭 我給妳 謝謝 多的 待會兒要運動 所以讓我多吃一點 我們也喝了一點點湯頭 給吳醫師 今天辛苦了 辛苦 謝謝出去 好厲害 這個角度都算好 你仔細看 剛剛好 幫我笑 厲害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對啊 它這個就是漢燉七小時的 這筷子還沒刺 所以OK的 真的很棒 好棒 我一定要來挖一小口 挖一小口 酷 對 它的優勢 有肥有瘦的 一點點的 你要有瘦的 對 吳醫師 我們過年吃一點沒問題吧 沒問題 對啊 過年不吃一點這個東西 皮還要一點點 一點點 然後再給你一點這個 對 然後再跟那個青 青蒜 來 青蒜 青蒜也再一點點 它的味道很好就是甜味 青蒜來了 對 你看好美 然後這個香菜來了 香菜來了 太好吃了 來 咬一口 這是不好意思 巧克力焦糖色的外面 真的 裡面有QQ的瘦的 你看看 對不對 周子涵 我好想吃 你再幫一個 我先幫妳弄一個 當想要吃 來 子安姐 你邊吃我要給大家來看 這個如意菜 如意菜 你剛剛講說非常難喝 對不對 我給這個吳醫師嘗一下 如意菜 你看香菇的香味 然後 還有酸菜 要不要每一個 你看這麼多樣 我這樣 紅的 然後香菇 黃的 然後這個黃的 這個 黑的 木耳 五行 五行一定要的 酸菜 這個我喜歡 教練 你介紹一下 你的彩椒吧 好 其實彩椒現在在外面 其實一包就會有什麼紅 黃 或是紫色的 我昨天去買的時候 還有看到紫色的 紫色的 對 然後這一次就是有加了蘆筍 所以 我那個時候在煮的時候 就是先把蝦仁剝殼之後 然後放幾片漿下去煮 真的是很刺鍋的 我不是買現成的 不是 這個是真的是現成的 厲害 然後還有蘆筍 蘆筍其實也是先過水 先把它用比較熟 不然它一起炒的時候 它會是比較熟於生 但是如果說你比較喜歡吃 生一點的話 就無所謂了 過年的時候 吃這個菜就換是比較 清爽一點 來 我們一定要做一下對比 然後這樣放過去 有沒有覺得 好像很健康的感覺 各種技術都有 對 很吉利 來 吃蝦仁 來 可是筷子夾長一點 賴醫師 你可能要馬上介紹 你自己的那一道菜了 真的 好 沒問題 小品 好的 所以大家看前面都是比較 可能有一點比較重口味 或比較油膩的 我們就是用這個燉食蔬 來解膩 所以今天特別有擺盤 就是說 剛剛有跟各位講說 大家要用當季的蔬果 高麗菜 有高麗菜 有南瓜 有番茄 最重要就是有菇類 想不到那一時你也很養生 這種顏色都有 青色黃 白黑 我來吃一下你的這個 這個很棒 這是 櫛瓜 櫛瓜 對 就有櫛 櫛瓜 我也要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會覺得 非常地豐富 我喜歡是這個 玉米水 玉米水 麗水的 百合嗎 對 那百合 還有百合 還有百合 百合可以安神 今天這個是 這白色什麼 山藥 今天這是加強版 就是今天為了上節目 特別特技 這什麼 這好適合我們 真的 高麗菜 你們慢慢吃 慢慢享用 因為我現在要邀請 吳醫師來這兒了 來 吳醫師 我們說初五收生有四穴 這個四穴是什麼 你必須要往肚子裡面上找 直接取穴 來 取穴 然後我們用帥哥的 自己的手 來 這個 這樣子 這個地方就是一串 好 來 它一串 對著肚臍 上面一點 對 肚臍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的什麼 水分 你會發現有沒有硬硬的 酸酸的水分穴 對不對 然後這是上 然後再來下 下面我們就要用什麼 三串 關圓 來 三串 肚臍稍微 放心 剪不會讓你 剪不會讓你露出什麼東西 好 來 一個 對不對 譬如說用這樣的話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用我們的手指頭這樣子 四根就是什麼 三串 對不對 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 官圓 一定要有力 才把我們身體的水分 油脂可以蒸發 所以這裡 官圓 然後旁邊 有什麼 天書 天書怎麼算 因為我們這個穴道 要剪好幾 這個一吋 然後這個兩吋 對不對 對 兩吋 天書 然後再來三吋 所以一 二 三 這樣子 這個天書就在旁邊這裡 對不對 從這裡 這裡 有沒有 好 我們按的時候可以這樣 按摩 按摩 可以揉捏 可以點按 點按就一 二 三 對不對 這裡都整個這樣按 然後上面 按 按的時候可以配火呼吸 相呼吸 吸氣 呼氣 按下去 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感覺 不是我在呼吸 你要呼吸 來 吸氣 來 吸 呼 對 呼下去的時候按下去 而且要按到酸酸的 不是隨便 因為它是 像我們的小帥哥 它是什麼 沒有什麼油脂 對 有時候我們女生 油脂比較高的時候 你只有在上面這樣子 比劃 比劃不行 沒有感覺 沒有感到它那個氣在走 對 所以你要這樣吸氣 吸氣 好 呼氣的時候 下去 好 剛剛是點 然後還有揉 對不對 揉的時候這樣 順時鐘 這樣子 順時鐘是什麼 按著這個 就往左邊 對不對 順時鐘 這樣 好棒 然後再來這樣 然後揉捏 還可以拍打 還可以拍打 對 拍打 是不是 但是剛吃飽的時候就 如果你懷孕 請不要做這些動作 睡前 睡前 或者是說 我們在吃得太飽的時候 走路邊走的時候 邊動的時候 然後可以這樣嗎 稍微揉捏一點 好棒 這個是1 2 3 3個旋 還有一個旋 通常我們胖的時候 很容易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什麼 帶麥 這旁邊 帶麥還很好找 帶麥就像個帶子 就像腰帶這樣子 這樣整個 所以這個帶麥還很好找 就是肚臍找到了 對不對 然後找到我們的葉下 葉下一條線 對不對 下來這裡就是有帶麥 所以這個有沒有 對 卡住是帶麥 那有的會說 在這個肋骨 十一肋 有時候有的比較胖 摸不到肋骨 你知道嗎 所以這樣找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找到 只有這兩個 所以也是一樣 摸捏 點按 然後什麼 拍檔 或者是這樣整個 好熱 平常如果你吃太多 胃太深 然後你覺得很脹氣的時候 你可以在一個空間 找一個舒服的地方 將你的雙腳 雙腿 膝關節小腿 慢慢的併攏 好 然後確定你的臀部 是坐在腳邊上的 這個時候呢 吐一口氣放鬆 把你的肺部脊椎拉成 吐氣的時候 保持肺部肌肉放鬆 雙手可以自然的垂放 在你的大腿上方 眼睛也可以合上來 好 慢慢的管你的呼吸 那當然在這個動作底下 它可以除了幫助我們的平胃筋 可以幫助我們消化之外 也幫助我們的下半身的 氣血循環 尤其是對付肯膠周圍的肌肉 有很大的幫助 我要請男神李佩勳上場了 因為他今天帶了一個 好可愛的東西 我說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 這個只是類似一個 甜甜圈的沖氣球 也太可愛了吧 今天要教大家一個動作就是 過年我們什麼東西多 人多 大人 小孩很多 那在無聊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開始玩這種 類似團康的東西 很簡單 那記得呢 如果說家裡沒有這東西 沒關係 最好能夠找什麼 籃球 足球 躲避球 但是不要乒乓球 因為真的太小顆了 好 放在地上之後 我先示範一下 我們今天要做的什麼動作 其實你要記得 腳不是真正地把它踏上去 是輕放 因為輕放的時候 你的肚子是必須要收緊 然後你去做這個動作 對 然後就變成像這樣子 那你想想看 如果說今天這顆是一顆球的話 你如果真的踩下去 球是不是就跑了 對 對 所以你們是要負責去穩定的 這一顆球 好 那我接下來要需要 賴醫師的幫忙 賴醫師 拜託你真細點 可我穿皮鞋 對 所以慢慢來 慢慢來 我們兩個先示範一下 我們就先直接面對面 好 然後 然後一開始的步驟就是 我們兩個人的腳一起放上來 放上來 這個動作非常需要平衡協調 還有心肺能力 好 那待會兒我們數到三之後 就直接開始一起做動作囉 好 一二三 有沒有 然後就是一直持續做 來準備囉 預備 go 你想想看喔 如果這時候有人的一隻腳 比較出了大力 球是不是就跑掉了 有沒有 你看喔 我們在天圈圈已經都要跑了 如果是足球或是什麼籃球的時候 早就已經不知道跑到哪邊去了 對 這個時候我們適合玩什麼 一個大人可以配一個小孩 我們把難度增加 增加趣味性 對 三個也可以玩 其實可以啊 甚至是兩個人在那邊跳跳跳 小型媽的中尾加進來一起玩 另外一個 三個輪 那你要不要抓TEMPO加進來 三個輪喔 好 沒關係 三個人一起喔 天啊 好 來喔 都是右腳喔 都是右腳 好 一二三 go 一 五 輕輕踏喔 這個球不能動喔 好 準備要轉向囉 go 這樣 好 OK 是不是有點喘 練的核心我完全明白 對 然後輸的呢 就比如說晚上吃飯的時候 可以幫忙去準備碗筷之類的 剁啊 剁啊 剁啊是不是 丸子甩啊 對 所以大部分來講 你就會有時候 有一點小媽媽手 那這裡其實有個穴道 它叫裂缺 出三次護眼明目茶 當我們經過初一 初二 你知道嗎 熬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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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麻將 打牌了 打牌了 麻將了 打完以後 都要用什麼 眼睛對不對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給它什麼 明目茶一下 不然等一下看不東西 看東西就兩項 我們過年出去玩 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會耳塞 坐飛機 賴石為啥會耳塞 就覺得耳鳴好像塞住了 怎麼回事 你耳鼻喉咳的醫師 你怎麼看 其實耳朵當然就是 我們在旅遊的時候 當然最常見的狀況就是說 在搭飛機的時候 對 搭飛機的時候 因為氣壓的改變 那會造成我們的耳煙管 耳煙管就是我們連接耳朵 跟鼻子中一條管子 連接外面的兩邊的壓力 這樣子會讓它平衡 就長這樣 所以就是說 如果說你搭飛機 有的人比如說因為感冒的關係 或有人因為退化的關係 造成耳煙管的功能 變得比較差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在搭飛機 上下的時候會覺得 好悶好塞 不舒服 汗痛 對 這時候怎麼辦 當然幾個方法 第一個 比較簡單的就是 我請大家多喝水 多喝水 吞咽的這個動作 會讓耳煙管打開 第二個 如果說你沒有感冒症狀的時候 可能你可以使用 就是吹氣的方式 也就是你嘴巴 鼻子 用力捏 然後吹氣 讓這個管子打開 好像在蹭平這樣 對 那種感覺 可以打開 再來第三個方式 有一些人也可以使用口香糖 去嚼的這個動作 我用過 也可以讓耳煙管打開 在飛機上已經開始 嘰嘰叫的時候 嘴巴就要開始張開了 因為讓我們的 剛剛賴醫師有提到 它就有相通的 可是你嘴巴閉著很難相通 所以嘴巴一定要張開 古人有些穴道會告訴我們 這個穴道就在耳朵上面 其實先找這個聽功 聽功很好找 我們嘴巴稍微張開 微開 微開 你就發現 阿阿阿 好像唱阿阿阿的時候 就張開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 這裡耳朵有一個線 嘴巴稍微張開一點點 對 這裡就有一個凹陷點 這個就是我們的 聽功 在這個地方 靠近這裡 不是有一個線嗎 這個聽功 然後再往上大概0.5吋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耳門 再往下 嘴巴張開一點點 這裡就是我們的聽會 所以有的時候 你搞不太清楚的時候 你就一 嘴巴微開的時候 在飛機上 微開 一 二 三 它對耳鳴 耳鳴或者是不好睡 或者是耳朵這邊有什麼 耳朵有點厲害了 就有點痛的時候 這個地方都可以什麼 它可以按摩 上下按摩 也可以點狀的 那也可以什麼 整個這樣子循環 這個循環這裡 在這邊 耳朵我們這裡 下面一個錘子這裡 這裡下來的地方 剛好對到耳朵 不好意思 這個地方 這裡就是我們的什麼 液風 所以整個按出來的時候 很舒服 尤其是如果剛剛你說 有點小感冒的時候 這裡按下去 特別痛 痠的時候 就給它稍微輕鬆地 深呼吸按下去 很痠 很舒服 非常療癒 對 真的 因為它耳朵很好摸 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洞 先找到中間 這裡 就我們的什麼 聽功 往上耳門 往下天會 然後再整個耳朵按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什麼 在後面這個地方 靠近我們耳朵的這個 就是臂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 易風步 你知道嗎 因為子涵姐剛剛做如意菜的時候 她手會痠 對 不曉得該如何取穴 對 那個手會痠的時候 你會發現 大概因為你都是要 剛剛什麼 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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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丸子甩 對 所以大部分來講 你就會有時候 有一點小媽媽手 這樣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穴道 你在動的時候 你這樣 你在動的時候是不是個關節 對 這樣動一動 所以痛 痠都可以 在這裡 這是手腕 手腕的地方 嚴重的話 你就會沿著這裡 到這裡 對 這個一按 痠 甚至有時候嚴重會到 右面 整個肩 所以我們要預防 中醫治療 剛開始就覺得痠的時候 就從這裡 這裡其實有個穴道 它叫裂缺 裂缺也很好找 像這裡 有沒有 凹進去 凹凍凍凍凍 這又是費勁的穴道 你像凍凍凍的時候 跑出來 這裡好像裂到一個凍 這裡有個凹陷點 進去 往上摸一點的時候 有沒有 這裡 你自己摸 是不是有一個骨縫 有 這個地方在這裡 我們針灸的時候 會這樣斜針進去 對 可是你沒有針 我們就揉按 然後這樣有沒有 點狀 然後這樣按 往這裡 好酸 很酸對不對 然後甚至於可以再往上 往上的時候 就到我們的什麼 手扇裡 手扇裡 手扇裡的時候 就稍微彎一下 彎一下 先把這個關節 這裡的軸關節找到以後 你就發現這樣沿著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最膨的地方 它就凸出來 這個地方很好找 這樣有一個筋在這裡 有沒有 最高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手扇裡 對不對 有沒有 你看按 左右揉一揉 點狀按一按 對 從這裡到這裡 一條線 所以你這樣每次這樣 剁菜以後 要記得 叫你兒子 叫你先生 不要忘記 我幫我媽按一按 真的 需要 兩邊都要給她按一下 切菜 準備黏菜 手臂痠痛的問題 第一個方式 是你可以自己按壓這個 後腿扇 這裡面按壓 手掌會比較不痠痛 另外切菜是手臂會痠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 牆面或桌面上面 用這個 往挖身軸或是往前方式 你自己去按壓放鬆手臂 那兩邊都可以去按壓放鬆 滾一滾就會比較好 那第三個呢 是我們上次在節目中 提到的是這個 自己拔罐的東西 自己拔罐也是在前手臂 這個肌肉比較肥厚的地方 自己去拔罐 那貼上去之後呢 手臂也可以做一些動作 這樣就肩膀就會比較放鬆 吃黏菜你知道熱量爆表了嗎 好可愛的這個製作人姊姊 幫我做了一個手板 他說請問一下 如果是高文英的話 吃黏菜你會選擇嗎 我一定會吃佛跳牆 還有一道菜我一定會吃 我這種我超喜歡吃蘿蔔糕的 好奇怪 吳醫師 這是你20年前的照片嗎 請問吳醫師 你過年會選擇吃什麼 我啊 我這邊都會吃 真的 我剛剛看到你吃滷蹄膀 對 好 再讓你選一道菜你會吃什麼 我一定要吃魚的 糖醋魚 對 但是你不怕甜嗎 我吃一點沒有關係吧 來 大腸筋 美女 舟子還女神 你選擇的會是 我也會吃蘿蔔糕 跟我一樣 對 烤拳雞也不錯 烤拳雞 烤拳雞 對 它這裡有個烤拳雞 烤拳雞 好 來 我也要吃火跳雞 這個是十年前的賴醫師嗎 還是大叔 這個 這是哪裡來的 很好吃 你那時候還沒減肥的 你那時候還沒減肥 我等一下有減肥的議題 來 蘿蔔糕 蘿蔔糕 跟我一樣 所以很多人都是會選蘿蔔糕 還有一隻味 火跳牆 火跳牆 火跳牆你剛吃過了 就是我們五星主廚帶來的 那也是評選第一名的 這感覺都沒變 李沛勳 李沛勳會選擇吃什麼 我會選滷蹄膀 因為它無所謂 因為它剛剛已經令和心了 對 然後還會選蘿蔔糕 你也會選蘿蔔糕 所以大家其實過年都會選擇 吃蘿蔔糕比較多 但我們還是來看熱量 蹄膀一碗量 228 一隻449 然後魚一條 四分之一條 256 一個雞腿324 兩塊炸雞是22雞 5塊是618 爆表了嗎 但是強調 盡量吃 好好吃 享受美食 心情愉快 小心喔 男性 如果說你年菜一餐的熱量 3400大卡 六天等於是2.1公斤 女性就是1.6公斤 所以吳醫師我們要怎麼吃 營養吃 聰明吃 簡單吃 要克制 不用克制吧 還是要吃 但是要均衡吃吧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可以先吃菜 先吃菜 把湯給喝一喝 後面就 這什麼 最後才吃澱粉 對 但是還是要吃 因為過年 都還是吃得很清淡 好像不像過年的感覺 所以吃還是要吃 然後要把它選擇 第二次序要吃進來 最後該按的要按 該走的要走 完了以後 最後還留很多的熱量 掛教練要走一走 對 教練的核心操要學起來 否則如果要射的話 您知道嗎 這個數據是 等於從台北 做回台南 才能瘦的回來 五年 恭喜恭喜 我是嘉義科 黃自咬醫師 居家腸胃道保健 讓我教你幾個小配布 來幫助你的腸胃道 年菜團圓時 盡量要細糟慢驗 吃的速度放慢 並且量不要太大 大約吃七八分飽就可以了 另外呢 如果朋友 親戚有送一些小點心的話 建議您在餐後的時候使用 量少一點 盡可能的呢 不要吃得太多 這樣子才能夠保健你的腸胃道 讓你過年的時候 有一個美好的腸胃 請鐵粉們訂閱聚焦2.0 吳明珠醫師要送書啊 這美女是誰 去彈詩瘦身吧 聽說要送出五本 詳情請見FB這麼好的書 當然要在上面留言仔細聽 請鐵粉們拿相機拍下來 初一到初五各喝什麼茶 初一要喝的是輕盈去油茶 對 因為我們那個過年 小年夜大年夜都是一直吃 我們剛剛吃的是東坡肉什麼的 你會發現不油就不好吃 那吃了油以後就有罪惡感 除了我們動一動之外 我們可能從內在五中內府來調一調 讓它吃水啊或者油呢 可以快速離開我們的身體 所以你要很簡單 有洛神花 桑葉 山楂 傑明子 你會發現這個洛神花 是我們台灣現在目前來講 這個重點栽培的 這個豆神花我們盡量就選那種 有的豆神花是加上那個的 就是有這個蜜 有蜜餞的 那我們盡量選乾燥一點 然後顏色鮮豔一點這樣子 那個含有的這種 我們說的色素的那種 抗氧化比較多 比較好 還有吃了很多 其實好像纖維質不夠的時候 你很難上廁所 我們這個時候 絕明子也要進來五錢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是不好上廁所的 五錢就不要炒了 那如果說你其實還好 那我們這個要有它的香味的話 我們就把它炒一炒以後來用上去 所以初一就是來這個 好漂亮 我現在偷偷跟各位講 就是我們都喝過了 然後製作人說這一服是最好喝的 而且現場只有準備一杯 待會來賓就猜全看誰 一喝出來 這個最酸 對 聽說這一服最棒 真的很棒 初二喝 初二的話 綠水茶 綠水茶 然後有茯苓 還有刺小豆跟玉米麗 所以它這個都有去濕 綠水的效果 尤其是什麼 這個玉米麗 已經曬過以後 有太陽的顏色以後 它就會變成這種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有沒有 這個大片的這個就是我們的黃漆 當然它裡面一定要有一個茯苓 茯苓就是慈禧太后最喜歡的 又可以什麼 有去水 還有可以美白 用外用的時候 好 初三次護眼明目茶 當我們經過初一初二你知道嗎 熬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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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麻將 打牌的打牌 麻將的打牌以後 都要用什麼 眼睛對不對 下枯草是可以清乾明目之外 它對於我們這個眼睛 或者是說有時候那個 有點髒 眼睛會髒 很多我們的患者會說 我眼睛很重的 很涼的這樣 這個色的時候 枸杞紙對我們是有效的 然後薄荷的話 就是會有沒有 有時候你有分泌物的時候 可以清乾 然後下枯草 眼睛 脹在那個地方 好像快掉出來了 下枯草用進來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當你眼睛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能也會覺得什麼 皮膚就開始 長一點稻子的時候 這個下枯草可以 清乾明目 還也可以散結消腫 也挺好用的 再一次提醒 枸杞子整顆吃下去 對 所以說 因為它裡面這個 我們有下枯草 下枯草的樣子就是 就是有沒有 像個小燈籠 這個是初四 故今通俏茶 通常 我們到初四的時候 或者初三以後 我們就前面 到我記得我們家的時候 就要開始怎麼樣 跑出去要開始什麼 開走春 走春 就是要看花 看鳥 看草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用一點什麼 故今通俏茶 杜仲 杜仲就會放進來 裡面有哥哥 杜仲生麻辰皮乾草 這個杜仲就是 通常也可以杜仲 因為杜仲其實是一個樹皮 越厚的越好 泡的時候 稍微給它弄碎一點 摺一摺 摺一摺 然後把它放到我們的 什麼 這個我們的茶椅裡面 對 放進去的時候 你就發現 這裡可以生精壯果 然後呢 而且我們裡面還有哥哥 他也可以把我們的這個什麼 氣往上 所以也可以開我們的翹 對不對 總要什麼 有氣 然後總要有筋 所以我們有筋力的筋 還有筋骨的筋 可以我們走山爬坡 還有什麼樣 看花的時候 眼睛要好好對準目標 照個下 來 舒服是調肝超能硬 對 櫻塵蒿 三錢 再過來就要上班了 是不是 所以要先預備 準備一下 那個心情後 有點育足的時候 我們要給它調肝 梳干里氣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 一定要有一個什麼 櫻塵蒿 它可以舒乾力膽 所以說經過前面幾天自己 不管是自己玩樂 或者是被人家蹂躏 或者是被霸臉之後 然後身體可能就覺得很累 眼睛就有點小黃 皮膚小黃 很累了 就這一壺 這個時候我們就用一點櫻塵蒿 櫻塵蒿就是剛剛這個 有沒有 這個有味道的 你聞聞看 我喜歡這個味道 對 輕輕爽爽 輕輕爽爽 讓你沒有口臭 讓你沒有皮膚黃 眼睛也不黃的茶椅 我個人還滿喜歡的 你媽喝的這個茶椅 都是我比較喜歡喝的藥材 我覺得真的很了不起 除一到初五聚焦2.0 無名諸醫師都已經幫你排好 你各喝什麼茶 好 我們製作單位最推薦的是什麼 製作人說超好喝的 不用猜 直接跟姐姐 Many first 你看 很紅色的 你看就知道了 這超漂亮 就我的油比較多 不是 是 是我們 來 請喝 真美 你看 輕盈去油茶 來聽聽醋子的愛 行嗎 很清爽 而且是我喜歡的那種味道 不能加糖 否則就 沒加糖 就破功了 但是它有點偏酸一點點 還可以接受 很好不酸 可是過年的時候喝起來 就怎麼樣 紅色的金屬 運氣型 應該先有洛神花 對 洛神花粉紅色的 好美 好美 可以嘗試從低到高的聲音 比如說 Doroni Faso 來吧 賴醫師你在做什麼 今天要再跟各位再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新年 該如何去保養我們的嗓子 而且如何去正確的發聲 最重要的就是要使用我們的 肚子的力量 而不是使用喉嚨的力量 示範一個給大家聽 比如說我們唱同樣一個音 Dor 如果是使用喉嚨的聲音就變成 Dor 你會覺得好像都是使用喉嚨的聲音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使用腹部 你會覺得好像這個氣流 是從下面推上來 所以聲音就會變成這樣 Dor 不一樣 不一樣 大家再聽一次 Dor 然後還有複式的呼吸 Dor 完全不一樣 所以大家記得 一定要使用肚子去注意 那我撥心蚊 撥心蚊也要用這邊 肚子 歡迎收看今晚1900 你有沒有這樣 那這樣子撥完一場 可能就會馬上腹肌就跑出來 那不慢 沒有 這是一個概念 大家就是記得使用 稍微用一點這個力量 你就想像這個力量是這樣 推上來 推上來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要教大家一個 所謂的 我用吸管 我會教病人做的 越來越大聲 可以試試看 好 大家都很厲害 做得非常好 拍手 太厲害了 好 再來我們就比較高難度一點點 對 再來就是我們要 從低到高的音階 然後再從高到低 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好 試試看 你喊角色 我跟你講 好厲害 都很厲害 太厲害了 習慣只是道具 他幹嘛用 你在喝 我其實不太會用 沒關係 你只要記得就是含進去 吃棒棒棒 然後我們這個嘴巴記得合起來 閉緊 然後你就記得讓氣流這樣出來 這樣試試看 好 如果你這樣試了幾次之後 我們就可以 妹妹 你要試著就是說 讓你的口腔有那種共鳴的感覺 有整個震動 對 震動的這種感覺 這樣就是真的 所以可以講話的時候 也是用這邊嗎 對 可以 其實這平常就是說 你多做一些練習之後 然後你就會習慣性的 把這個動作 帶繞你的生活 講話 所以我撥新聞也可以 含一個習慣 廣告的時候 我下次拍廣告也是這樣子好了 我可以 臨時cue你一段solo嗎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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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用富士呼吸的歌神賴醫師 非常謝謝你教這麼多 子函姐是說唱流行歌的時候 是 就比較傷 流行歌當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是用 大部分都是用真音在唱歌 對 當然是用 剛剛那個方式我恐怕就是 變成是就變 我自己走 我說你自己在這裡 對 所以方式有點不一樣 大部分一樣還是要用富士唱歌 可是像我們唱流行音 也大概就是比較會 所以這個共鳴可能就會跑上跑下看 上嬌一下 對 有時候甚至就是頭上的共鳴 要來聽個一兩首嗎 一兩句嗎 就是 比如說我唱 我唱吻合淚 我們唱 吻合淚愛情的滋味 就會從這邊 我喜歡你這一種唱 如果要像賴醫師那種唱 賴醫師吻合淚 用步步操怎麼唱 來一句 來一句 我很可愛 我喜歡你 我們還是 對 還是會有一些方式不一樣 可以自己去施力把它推出來 有沒有 可以把它推得像這麼大 然後你再一收 全部又進去了 看 吐氣 慢慢吸 吐 吸 吸 好 這個是增加我們腹部的收縮 鼠年健康好 我是台大醫院竹東根源的院長 詹景正 過年的時候天氣冷 所以提醒各位老人家 要保持我們的溫暖 那出門的時候呢 要記得要洋蔥式的穿法 最外面要穿著能夠保濕保暖的遺物 然後呢一層一層的 然後隨著溫度能夠做一些調整 那最後呢 祝大家帶了新春愉快 鼠年行大運 李佩勳教練的鼠年伸展操 他說這兩招必做 欸 這個很棒 很療癒 鼠式伸展 說真的 這不是嬰兒式嗎 對 這其實就是嬰兒式 可是你看喔 像這個形狀 看起來像那隻卡通的老鼠 有一點 對 其實很好 很好記 那其實像過年的時候 我們如果說久坐 或是因為家裡人多 沙發更不夠坐 直接坐地上 其實久了之後 下背會產生緊繃的現象 那首先我們就是要進行一個放鬆 那放鬆的動作非常簡單 其實你就是在一個瑜伽墊上 雙腳與肩同寬 然後手放出去之後 接下來你只要想像把上半身 輕輕鬆鬆的放在你的兩個腿上 那頭也就輕輕的放下去 這個時候如果你的手能夠繼續往前伸 就像這樣子慢慢的放出去 好 這個動作其實可以讓你維持 一次45秒到1分鐘都可以 只是這個動作有必須要去特別去注意的是說 假設你的肩關節活動角度不好 你的手可以從這邊 變成放在這邊減輕它的壓力 那如果說本身有高血壓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是說先諮詢一下醫生 或者直接把一個瑜伽墊 或是你們可以變成是像這個樣子 對 讓你的頭不要低於心臟這麼久 好 所以先幫你去放鬆你的肩部的關節 胸鬆腰椎跟背部的肌群 好 那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是說 會造成下背緊繃的原因 其實很多時候是來自於沒有力量 沒有激勵 那當你放鬆完之後 我們今天就加碼 去教另外一個陸地游泳式 非常簡單 我們一樣 趴下來之後 手伸直 好 這個時候就先讓胸部離地 然後第二個部分 讓膝蓋離地 好 這個時候開始一開一合 上半身 下半身 上半身 下半身 這很累 在運動過程當中請切記 不要把脖子像這樣子提 增加我們頸椎的負擔 對 這個動作非常好 不單單只是去訓練到我們的 背部肌群 我們更加碼了我們的臀部 太好了 臀中肌 臀大肌 所以先放鬆 再訓練 來 子涵姐最怕的是什麼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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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因為坐久了或是吃多 再加上沒運動 一定都是堆積在這邊 胖在這邊嗎 你的肚子可以自己去施力 把它推出來 有沒有 可以把它推得像這麼大 然後你再一收 全部又進去了 真的耶 對啊 這其實就是訓練 我們腹部生成的肌群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吸一口氣 吐氣 吐到煤氣之後 再繼續吐 你就會發覺整個 肚子整個凹進去 對 這個時候 可以配合在瑜伽墊上面來做 好 吸氣的時候放輕鬆 好 你會發覺說 你的胸腰椎都會往下垂 然後這時候你的內臟 會輕輕鬆鬆的往地上放 吐氣 腹部收緊 前居肌收緊 再吐 你會發覺到整個背是拱起來的 好像貓 對 這個姿勢也叫做貓嘔吐 貓嘔吐 貓嘔吐 我把它稱呼嘔吐 那也不留下這樣 那那個瑜伽球是做什麼的 看喔 吐氣 慢慢吸 吐 吸 吸 這個是增加我們腹部的收縮 所以就發覺說 你看我現在整個人在瑜伽墊 可是都在抖 因為你的腹部 有沒有 然後屁股都是夾緊的 對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去跟你們去 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運動 不是會有吸氣跟吐氣嗎 很多人就會認為說是 吐氣的時候是用力 吸氣的時候是放鬆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放鬆過 你只有緊跟更緊的差別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是要去穩定住 我們深層肌群 而不是說 一吸氣之後就是一放鬆 那通常那時候一吸氣 整個腰就會往下掉 哇 壓軸呢 壓軸是什麼 周子涵 子涵姐 要請你來幫我們唱一首過年的歌曲 過年啊 過年大家都會唱嘛 我們唱個最簡單的 我們要聽你唱 過年是 就恭喜恭喜吧 好啊 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唱 好啊 每條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裡 見面的一句話 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 聲樂吧 請接著 沒有其實 對 來 開始 沒有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裡 見面的一句話 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恭喜恭喜你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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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에抱緊 新年快樂 九 фор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